介绍还有电视期间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你锁定北京电视台 唯一频道 关注《我家有明星》 我是布杨 大家好 我是秦天 您现在收藏到的是 《我家有明星》 2015天才宝贝 《追梦春晚》 每一期节目呢 我们都会有四个小朋友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来展示自己的才艺 然后通过各位评审的点评 最终呢 有一位人气宝贝 会成功地加入到我们 宝贝盛典的舞台的表演 对 在宝贝盛典的舞台 获得最强才艺的宝贝呢 将有机会登上2016年 我们北京电视台春晚的舞台 获得最高人气宝贝的 那个小朋友呢 将有机会获得舞台剧甲 竹山谷远赴德国 去加入他们的 奇妙童话之旅的一个名额 首先为大家介绍到的 第一位是我国 著名的词作家严肃老师 著名歌唱家王杰史 著名校正演员李伟健 著名音乐人包吼尔茶 著名机电演员树林 欢迎各位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现场的观众啊 除了我们BTV少年传媒学院的 小朋友之外呢 在现场还要来做 我们北京时代区县的 100位观众评审 待会儿究竟谁能够成为 我们本场的人气宝贝 登上宝贝盛典的舞台呢 决定权在大家的手中 儿童健能背后成长 本节目由光明健能 KID赞助播出 我是零零后 我要上春晚的 究竟今天谁是第一位 登上我家明星舞台的 天才宝贝呢 今天麻烦你帮我们取出今天的第一件 宝贝蜜匠 超有范儿的非洲小妞 班尼诗 大家好 我叫蔡班尼诗 我今年六岁 你们觉得我的名字是不是很特别呢 还有我的辜色是不是很特别呢 偷偷的告诉你 我还有个最特别的地方哦 掌声欢迎 欢迎班尼诗 好漂亮的小姑娘 来来来来来来来 这边请 我们到这边 这里这里站好 大家好 我叫蔡班尼诗 欧本 我今年六岁 爸爸妈妈是哪里的人 我妈是中国的 中国人 爸爸呢 爸爸呢 爸爸是非洲的 我妈妈姓蔡 我叫班尼诗 我爸爸姓欧本 我也姓欧本 来宝贝 慢点慢点 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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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着 我拿着 这力气 我拿着 这我多大力气 这是什么呀 巧克力 巧克力 好 来来留一块 行 来 孩子太乖了 知道我们都爱吃巧克力 都送给 你给王老师了 王老师 小朋友啊给您的 是希望您分给大家 你以为全是您的呢 我还以为是 给我自己的呢 我帮各位助理 船长老师尝一下 算了吧 全都拿着 这巧克力 真的太被我们口味了 王老师刚才 在想把这个巧克力 分享给大家的时候 用了一个动作 把这巧克力 放在桌上 我身体在干嘛 好硬啊 这个巧克力 没有没有 这个巧克力得拿工地的劲儿 要不然真是弄不开 比较硬 但是这个巧克力很好吃 它这个是感觉是非常苦 有那个苦味 对没那么甜 特别好吃 吃这个巧克力突然有了灵感 我想起来咱们原来 节目里面来过一个 非洲的女孩 叫米兰 没错没错没错 她好像说过一句话 说全世界的巧克力 每六块 就有一块来自于加纳 宝贝 你爸爸是不是加纳人啊 是 你看看 我跟你讲 这个智慧啊 是随着年龄增长也增长的 哎呀 这巧克力 没白痴 好 看出来了 刚才听了严肃老师说 给我留一块 我给我老伴带回去 先让小美女演节目行播 好 带来一个什么节目 什么节目宝贝 是电层家节目的 好的 来 一起欣赏 好 来这里 谢谢你 谢谢你 pictures 好 嚯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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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嚯 odor MING PAO CANADA 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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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双双双 赛本生是op Leah 你了不起 不管是因为吃小 Arabs 才说你了不起 我不是交个利益 你还是聊门 你真是很棒 你这个舞蹈是妈妈教的 是爸爸教的 还是同学教你的 是跟我师父学的 有师父 跟师父学的 师父是学校的吗 不是 不管你师父是谁 没关系 反正你跳得很好 今天跟谁来的 是我妈妈来的 我爸爸 我们请妈妈上来 帮助回答一下 好不好 来 有请班尼师的妈妈 掌声欢迎 您好 您好 来 师父是学校里的吗 还是哪儿的 是她一个 舞蹈培训机构里面的 专门的舞蹈班的老师 对 那你看 今天今天把我们的 这个宝贝请出来的时候 宝贝密件上写的是 超有范儿的一个小女孩 这个有范儿 在您这儿 在我们宝贝那儿 是怎么理解 怎么就有范儿了呢 她就是 就喜欢那些比较私善的 然后她呢 她就喜欢自己搭配 她的包包呀 配饰呀 然后就是 她就比较喜欢那些 比较有范儿的东西 就好像那些动物呀 那些呀 或者是怎么 她都不喜欢什么 Hello Kitty呀 那些 她就喜欢恐龙 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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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孩喜欢恐龙 对对对 然后她还说 妈妈我跟你三两一件色 我说怎么色呀 她就说 我先养头蛇 要是有这种想法 我都不敢跟我爸妈说 我要跟我爸妈说 我也养头蛇 不用 我把你打蛇 我想跟蛇吃饭 跟蛇一起吃饭 你想跟蛇 睡觉 跟 这个是对的 有很多人 要跟蛇一起睡觉 是因为蛇身上凉快 夏天的时候 夏天很热 现在很热 你有这个想法吗 没有 你要知道 那我在我早的时候 我一般我是想到蛇 你不要说跟她一起睡觉 不要说跟她一起吃饭 我怕我成为她的饭 孙子 孙子 孙子养了几个猫兔 咦 兔子 猫和兔子 兔子不是 猫兔 就是长得像猫的兔 那个兔子 是龙猫吧 还有一种长得像猫的兔 就像猫的兔 猫兔 就是 我明白 严肃老爷 就是那个兔 属猫 是吧 鸵子就是跟猫一样的 但是后腿长 没见过 没见过 市场有卖的 今天我们节目 快改动世界了 可好了 可好玩了 我说 班尼师的妈妈 已经到台上来了 不知道班尼师的妈妈 会在我们的神奇摩箱当中 放些什么呢 你知道二位主持 你知道 我觉得这箱里应该放什么 什么 蛇 吓死我了 我真的特别怕蛇 你知道吗 我们先请上来吧 对不对 请请请 来吧 你省吧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甲虫山谷的 麦克斯和米丽 为我们 把神奇摩箱 带上台 你去呗 我去啊 你真的 你去开那个箱子 快点 什么人啊 妈妈在神奇摩箱里 究竟放个什么 虽然不是蛇 吓我一条 还好不是一条蛇 来 谢谢我们的 麦克斯和米丽 谢谢 影集啊 哇 好酷的一张照片 小班尼师 这个每一张照片 都特别有那种 国际超模的 那个法 为什么要把一本影集 放到你的神奇摩箱里呢 这本影集 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因为它的话呢 就是在那个 第二届的 国际少尔模特大赛 总决赛 全国总决赛 就拿了冠军 哇 这么厉害 都这么小就冠军了 对 当时候的话 它还只有 差不多五岁 你让它来一个三连拍嘛 就酷酷的三连拍 看看会不会随时 就来那个范儿了 我数一二三 然后你就做三个动作 好不好 你就假装 假装前面那就是相机 然后连着三个动作 来 预备 三 二 一 四 哇 这有范儿 这如果很摄影师的国爱的孩子 太有感觉了 宝贝 今天能不能把这里就当成梯台 给我们走一段好不好 可以 可是这样子 我一生太脏了 要有些配饰 要配饰啊 你要什么样的配饰 什么都可以 不要搭 那我这里有一个 很怕冷的时候盖的一个披肩 你OK吗 可以吗 可以 来 去吧 去拿吧 它那里那个黑色的披肩 给 搭泥石这儿还有 小朋友这里还有拿着 这有个墨镜 这儿有一个墨镜 墨镜可以 还有什么包包 什么可以用不用 可以了吗 宝贝 好 来 哎呦 真有能玩啊 有个墨镜 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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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说实话 刚刚在看表演的过程当中 我就看见严肃老爷子 已经就给了一个赞 我觉得这个 这方面 我平常没觉得谁有天赋 他真有天赋 谢谢 刚才呢 就是我们超有范儿的班尼诗 给观众朋友带来的表演 大家请记住他 待会儿投票 如果您喜欢他的话 记得给他头上一跳 份儿有范儿 来 谢谢 好 谢谢宝贝的精彩表演 那么接下来登上舞台的优惠是谁呢 还是要麻烦一下秦天 帮我们拿出下一份宝贝蜜剑 搞笑小妞 来 掌声欢迎 欢迎欢迎 欢迎胡亦凡 搞笑小妞 来 给我们做一份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胡亦凡 我来自青岛 我今年七岁了 那来到舞台上的宝贝都有才艺呀 不知道你的才艺是什么 我的才艺是卖衣服 所以你跟谁学的呀 对呀 我是在电脑上学的 电脑上 就看视频学的是吗 那他卖衣服卖的究竟怎么样吗 我们要不要考验他一下 那行 那我来买衣服呗 那行 你当这个顾客 来他当这个卖家 行 来 来 看看你们怎么买怎么卖 买衣服这不简单吗 这不是逛商场 诶 帅哥 帅哥 你来看看 看好了都可以试 说话这么甜 我试一点 哎呀 帅哥嘞 你这个眼光吧 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没看好的这件 俺跟你都说了 嗯 神的整电脂宝 还整电脂宝 我先试试 上里头 拉伤销链 起试试 外套们 沉睡起 整阳广 等会儿 多少钱呢 二笔一块钱 名盘 还名盘呢 二笔 便宜点呗 那二笔一块钱还显贵 嗯 那那数个价啊 婷婷 二十 二十 你真能弄 你想大小唱去看看 那来没一句 只来没三句 不 那顾扬每个月就给我二十块钱零花钱 我就二十 这样 我上个月我还留了点 我再给你加一块 二十一块 不行 二十一块五 太便宜了 我把你拉倒了 听留步 美男子 看能长得那么帅 二十一块五 给嫩包 太会卖衣服了 我跟你讲 这一套一套的啊 就一句美男子 然后就把你留住了 是吗 对啊 这是一段即兴表演 然后这个两位 真的是头一次合作 我不知道各位助力团 能看完之后 老师们点评一下吧 严肃老师 有喜剧表演的才能 真的 这种即兴的 搭话呢 他这个 来得很自然 我想的就是个底 稍微差一点 别的我都没意见 这过程整个挺好 有两百块 到二十块 到二十块 二十一块 到美男子 都挺顺 就是最后结尾的一下 我没听明白 就这最后这个 怎么达成协议的 这儿 我不知道打岔 还是什么原因 我这那块 没听明白 整体过程非常清晰 说到这个 我问一下你 这卖衣服 这个能再智慧一点 总结一下吗 可以 来说一说 我总结了 卖衣服老板娘的 四部推销法 四部第一部 第一部 热情的招揽顾客 哎 美妮美妮 进来砍一砍 砍好了都可以试 哈 第二部 鼓励客人试穿 上梨头 拉伤销链 请试试 也要鼓励 第三部呢 第三部 大家赞美顾客 真漂亮 第四部 破笔三家 抬高升降 你上大厂唱去看看 那来没一劲 这来没三劲 这是四部曲 这总结的还真挺到位 要不然人家讲会卖衣服也是才艺嘛 是 我刚刚跟他在这个过程 他一步一步全用我身上了 只过把美女改成了帅哥 聪明孩子聪明啊 反应快啊 按理说你看 他们的词也没 搭的不是特别严实 但是很多孩子的在表演的时候 他是认死词的 就是说你稍微变眼 我就不知道怎么往下接了 他不是 他不是说跟着你跑了 你演着演着他跟着你 他不知道他自我在哪了 没有 他这个人物刻画的很地道 而且你忘了他的年龄 你真认为他就是一个 在那看摊的 替别人卖衣服的 这么一个妇女形象 我不是小孩了 不容易 很棒 好 谢谢北线的婷婷 来来来 宝贝 今天是谁带你来的 告诉我们 我妈妈陪我来的 妈妈陪你来的 那妈妈在这个神奇魔箱当中 精进放了什么样的宝贝呢 有请假虫山谷的两位小演员 Max和Mili 把我们的神奇魔箱 请到舞台上来 好 谢谢两位小宝贝 来 看看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放的是什么 交给你了 好 再次感谢两位 妈妈在这个神奇魔箱当中 放了一张CD 为什么要放CD呢 你知道这里面什么内容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没关系 我们把妈妈请上来 好的 来 有请 您刚刚放到我们 魔箱当中的这个CD 我们想知道 为什么要把这张CD 放到魔箱当中呢 是这样的 大妞呢 来参加咱们这个节目的录制 有一位特别的 大妞 对 她小名叫大妞 小名叫大妞 有一位神秘嘉宾 特意呢 给孩子录了一段VCR 也鼓励她 也帮她拉拉跳 等于这里是一个 神秘嘉宾录的话 对吗 对的 那我们 看一下 胡一帆小朋友 你好 我是黄渤叔叔 那希望这次 你把你自己的精彩 全部的展现出来 我们支持你 加油 这可是因为 重量级的这个 亲友团的支持 你认识刚才说话 那人是谁吗 认识 谁啊 黄渤叔叔 他为什么给你录这个CD呢 你是怎么认识黄渤的 我是在网上 从手机上认识他的 咦 他是从网上通过手机认识的 然后上网 知道黄渤这个人的 因为黄渤老师呢 也是我们青岛人 而且也是他把青岛的方言 带上了更大更广的舞台 对 其实胡一帆小的时候啊 就特别喜欢模仿 对我们青岛方言呢 是特别的情有独钟 他曾经呢 我记得是第一段模仿的视频 就是黄渤老师的 在我们青岛特别出名的一段诗朗诵 当时呢 胡一帆的这段视频啊 黄渤老师也是间接地看到了 也是觉得呢 他特别有搞笑的天赋 是这样 那您看 小宝贝有这么强的模仿力 还有一种喜剧的天赋 不知道是不是和家里的遗传有关系 就您和这个宝贝的父亲 都是做什么工作的 方便透露吗 可以 我们呢 其实都是做传媒工作的 开始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也属于是一个音乐师家 所以希望呢 他能够比如学学唱歌啊 跳舞 可是后来呢 发现他自封为邪星 就是可以模仿一些女汉子 甚至是反串的角色 其实对于舞台 这个他的不陌生度呢 是因为我们经常的策划 一些大型的活动 他可能从小啊 就跟我们在一些音乐节啊 包括一些晚会上出现 开始的时候啊 他会问我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彩排的时候 是没有观众的 他就会问我 说妈妈 今天我演出的时候 都没有观众吗 那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他可能胆小 就觉得可能人少 他会放得开 后来我才渐渐地知道 他其实是担心观众太少了 他没有更多的掌声 哦 演得不过瘾 就这也属于从小 在这样一个舞台 还有很多观众的环境下 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成长起来的小宝宝 对 接下来我们表演一个完整 完整一点的吧 我要邀请李吕剑叔叔 还有包护耳茶叔叔 可不可以帮我客串一下 可以吗 可以吗 三二一 掌声有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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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 光半天你就没电了 干什么吃的你 不充电 我这不是骂自己呢 哎呀 玩点什么呢 请勿将脑袋伸进炸了 啊 呸 你脑袋进水啊你 谁没事把脑袋往这里塞 那除非他脑袋也进水 哎 我就是伸了它能卡着我吗 我就伸了它能卡着我吗 我伸伸伸伸伸伸 没卡着吧 脑袋进去也卡不着 不行 我先你试试 你试试 你试 试试 啊 进来了 然后我还能出 出 出 背景真好看啊 出 你们看看 这大姐 背景的朋友们 你们好 背景真是个好地方 你看这大伤 这大姐 这打架了 这大脑袋 嘿嘿嘿 你这是在练什么功 练功 有跑这练功来的吗 我这不是脑袋卡里了吗 你们的原因吧 为什么呀 原因就是我打得进水了 你叫救我呗 就能哈 排一段视频 留个证据 各位网友大家好 是 按时请到大牛 哭一饭 今年起飞了 许子一把飞了 爱上小学 二年起了 这学习考试吧 考得挺好的 我想趁着访书架 来北京旅旅游吧 今天世面 快的 今天 我就见着了一个 兔子站来了 被急扔了叔叔 是啊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喂 我还没打招呼 大家好 我给下去了 我决定发扬中华中华民族的传统媒着 绑绑他 太好了 首先 我们应该可笑地分析 对 我也不知道 能在这里卡了多长时间了 时间不短了 应该渴了吧 不用 我跟你说 先给您喂点水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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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不是 你这样 我就不喝了 因为什么呢 喝多了啊 一会我出不去 万一我要上厕所怎么办呢 是不是 第二步 再给您喂个香酒 别这么麻烦了 我不喝 你吃 不是 我跟你说啊 我没必要吃 你可把我救出去 我请你喝 你吃就吃 不吃 嗯 你能快点吗 哎呀妈呀 收集没电了 没电 那 那怎么办 你就不救我了 待会儿 俺把你救出来 那时候 俺这么一个可爱的小门 那婉姨是个坏人 把俺带走了 可怎么办 到时候俺才拿起电话 报个摇摇色 报个精都不行 你什么呢 不用 我跟你说 我是好人 啊 你先 这么地吧叔叔 能等俺一分钟 俺就出了一块钱的店 嗯 马上回来 俺就救你 你等待啊 不是 姑娘 小姑 哎呀 这孩子那么紧 哎呀 这北京的城市就是好啊 啊 你看这街 和你看这楼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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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这大清门子 哎呀 你 干啥有个窝窝呀 你们家窝窝还长毛啊 人 看清楚了 干嘛呢 这不是玩大发了吗 怎么大发了 啊 脑袋被门 掩住了 那你肯定有事啊 我有什么事啊 这边有啥呀 那不是就是掩老爷子吗 没什么猩猩的 一般人都放个盆啊 那没有啊 我给你找找 给你找找 哎 你听我的帽子呗 咔 你这一放 咔 咔 我就给你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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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大哥 你每天能挣个百八的 你的帽子一踩 你一分钱挣不着 我求求你了 妈妈救出去行不行啊 你哭啥呀你 不是我在那儿都不奇怪啊 这怎么还哭了呀 我想上厕所 我帮你整出来了 对对对 你早就撕撕了 你 你用不用 留点视频什么的 对呀 我得拍个视频 大哥 还真的拍一个啊 是是是 你快点拍啊 你看我啊 别一会儿没电了 我这拍得快 亲爱的网友 我今儿看看 我今儿看看 没电了 哎呦我不是 压子 我在找个人救你啊 不是 你两两个 我去给你找人啊 等好啊 对了 谢谢啊 没事 等会儿 叔叔 手机宠好电了 哎呦 这姑娘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抓紧时间行吗姑娘 行 我这儿实在是 喂 有了四啊 哎 大哥 我回来了 哎呦兄弟 快点说吧 这是什么呀 咖喱油 我呀 把这咖喱油画 哎呦 哎呦 你后不瞪我一下 后不瞪我一下 我瞪我瞪你干啥吧 你后不瞪 我瞪你 你说我 哎呦 我都不知道这咖喱油 有这么咖喱油 有这么咖喱油 哈哈哈 以后你得背着点 你看你脑子再被挤到 是是是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那什么 那我就先去了啊 哎 我实在变不住了 好快去吧 好 那怎么出来了 不是 我这抹了点咖喱油 我这 他一踹 我就出来了 我就把他给弄出来了 那怎么给他弄出来了 干啥呀 我已经抱紧了 警察马上就要来了 来了没看见他 因为 我抱家案呢 我有啥关系啊 这事 那什么 要不然这样得了 兄弟 你你进去 你进去替我 我先上厕所啊 别让孩子着急啊 你去快点 我头比 我头比他的头大啊 我没事 我都能进去 我给你使点劲 你接着点 你能进去啊 你进不去吧 你这不就进去了吗 不行 他在警察说了 是个男的 是个男的 你说的怎么那么全呢 我给你一脚你就 不用了 我自己给你啊 大哥你上厕所 你上厕所 你一天就要醋子 快去吧 我说你不进去 我不踏实 行了姑娘 能回来 等会请他了 你要跟警察说了 是个男的 个矮的 你快回来 你跟你跟他说 还戴眼镜啊 说了 就是戴眼镜的矮 那你快进来吧 要不抱甲顶 你等身小片子吗 你啊 快点 站 不要往那跑了 进去 有人抱甲顶啊 哈哈哈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呢 素呼一料 素呼一料 主要是最后 原来我担心这个底 主要是孩子 我发现少年老成 是 一点都不慌 才不慌不慌的 都到位 那两位当然蒙说了 那两位 那都是各种老手了 哎 精彩 精彩 头没被卡的太难受吧 没有 他踹的难受 哈哈哈 好 谢谢两位 谢谢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 胡亦凡的精彩表演 观众朋友 如果你喜欢他的话 待会儿投票的时候 记得给他投上一票 谢谢 谢谢胡亦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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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宝贝的精彩表演 那么接下来 登上舞台的优惠是谁呢 还是要麻烦一下秦天 帮我们拿出下一份 宝贝蜜剑 各位 天籁同生 潘凯尔 大家好 我是潘凯尔 今年八岁了 我来自美丽的海滨城市 浙江泰州 我长大以后 想到汪辉一样的歌手 带给大家 我许多的歌 我儿子呢 对唱歌特别自主 这也是他平时生活中 最大的乐趣 当然也是我们一家人的自豪 儿子 加油 掌声欢迎 好帅啊 潘凯尔 大家好 我叫潘凯尔 今年八岁了 我在 我在浙江泰州 来自浙江泰州的潘凯尔 小朋友一上场 稍稍有点紧张 不用紧张 对啊 你不是喜欢唱歌吗 也善于唱歌 先唱乳歌给大家听 天籁同生嘛 唱哪首 橄榄树 好 来 掌声有请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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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间青楼的小鸟 为了广国的草原 流浪远方 流浪 还有 还有 我有梦中的橄榄 橄榄 橄榄 为什么流浪 为什么流浪远方 为了我梦中的橄榄 橄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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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梦中的橄榄 橄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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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唱应该是体育 如果没有记错 来 助力堂的各位老师点评一下 严肃老师 一派纯真 纯真 纯净 纯粹 哎呀 我很久没听这歌了 真的 没想到小小的童声潘开耳 你让我感动 真的 特别是后头 悦到后头 三毛的首诗啊 很早 我听体育上诗已经很晚了 但是这些年都没听过了 你今天换回了我很多记忆 听好 好 谢谢严肃老师 来 严肃见评一下 这孩子有心话 您注意看啊 就他这个打扮 就这身装扮特像那一年春节联邦晚晚会的 一把火费翔 特帅 像吧 特帅 其实我觉得宝贝唱歌呢 他没有更多的运用技巧去带动情感 他的声音本身就带有这种情感的特质在 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 那个王杰实老师 其实没有技巧它反而倒是一种技巧 对 他唱歌就是往那一站很稳 你能让我们看看你那个小衣服后面是什么样的吗 小燕尾啊 燕尾服啊 还是一个小燕尾服 小礼服 将来我看看我们那边有谁结婚的我把那个请婚 小花童是吧 多喜情啊 对对对 来 帮会儿茶 我知道这个橄榄树就是听奇遇的版本的 给我的感受就是有一丝丝悲凉的香愁 一个游子离家的时候的瞬间的回望的时候 有一株橄榄树在那儿 每一片叶子 每一片每个果实 上面都写满着等待 但是我看了孩子 我听了他唱完之后 我觉得就是一片彩色森林 一片橄榄树森 满满的果实上写着都是陪伴 我就是这个感受 哎呀 好 他不需要技巧 他现在孩子不需要技巧 他也没有技巧 就是一种真实 我站在舞台上很真实地展现我自己就足够了 是 对 来 听一下我们这个专业的歌唱家 王杰石老师怎么点评 其实很多专业的歌唱者也是缺乏的 就是这种纯真的东西 就是缺乏这种不是没有技巧的技巧 其实歌唱着唱就唱走了 就缺乏这种特别朴实 特别纯真的东西 但是在这个孩子在这个孩子身上 保留了这个 这是值得很多歌唱者学习的东西 今天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00后是吧 是 十几岁 几岁了 八岁 八岁 对 没有十几岁 看得很小 八岁 就是这个橄榄树 其实大家今天在座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首歌 这属于七八十年代的歌曲了 橄榄树是奇遇在79年出的这张专辑 贯穿了整个八十年代 怎么会唱这个年代的歌呢 怎么想起来唱这个年代的歌呢 因为我爸爸妈妈喜欢听八十年代的歌 我听着听着就会唱了 你会唱多少首吧 就是80年代左右的这种歌曲 50多首吧 光说不行 对 必须展示一下 对 展示一下 那我觉得光他自己展示也挺没意思 我右边这个能唱 就有一个人就是总是 这属于歌曲大全 掌声有请 包袱二茶 有请 我们要你唱 我们要增加难度 就看你听过多少老歌 没错 我们现在玩个游戏 我们请一位观众戴上耳机 他不会唱 他要听了耳机里面的歌曲之后 他自己哼哼出来 然后通过他那个哼哼 你来判断这是一首什么歌 带张子妹妹 来来来 有请 来 来 阿姨 您先把这个耳麦戴上 321 开始 老包打算退出音乐界了 老包打算退出音乐界了 好 有答案了吗 方块茶区 阿姨别找拉了 你能唱点米啥的吗 有答案了没有 是什么歌 什么名 童年 童年 哪句调的 是那个吗 知道 我怎么一点没听出这个了 一点都没有 王老师您听着像什么 我跟杨老师相伤的可能是我是一个兵 哈哈哈哈 方便 哦啦啦啦啦 对啊 哦啦啦啦啦 哦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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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啦啦 来 各位 原因重现 其实这是有一个技巧的 你不能把它连贯的听 你要听它几个重新的音 那我已经听出来是同年了 对 各位 再来一首 哎 有活儿 有活儿快啦 快了啊 好 唱了 其实很明显的 已经唱 唱得差不多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是 是不是小虎队 你都唱的 小虎队的歌 小虎队的 就 还是好多 别闹 王老师您觉得是哪首 我们是觉得是小虎队那个爱 你唱出来了 别拍出来 你原来是 来 我们原音重现 会唱我们全场一起唱 原音重现 你都唱出来了 你都不知道 不是 我告诉你吧 现在包围他彻底晕了 这样子 不是 我说是 我说是 大地大大大地 大地地大大大大地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是 风中游躲 风坐的云 来 各位 原音重现 风中游躲雨做的云 雨做的云 这个比赛环节表现最好的 各位 是阿姨 谢谢阿姨 也谢谢包花茶的清理相助 刚才这个小小的游戏环节 我们也是再一次见识了潘开尔 这个了解的一些老歌 他确实是很熟啊 那这个小潘 今天是跟谁一起来的 谁带你来的 是爸爸陪我来的 爸爸陪你来的 那爸爸会在我们的神奇魔箱当中放些什么呢 让我们有请甲虫山谷的Max和Mili两位 帮我们的神奇魔箱请到舞台上来 有请 好 两位小朋友辛苦了 谢谢两位小朋友 来看看 这是什么 哎呦 交给你 来 谢谢两位小朋友 两位小朋友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神奇魔箱再拿 拉回去 谢谢 是一包中药 对 应该是也是七年利猴的 爸爸为什么要往神奇魔箱里放中药呢 这个问题咱们还是让爸爸自己来回答好不好 有请潘爸爸 有请 欢迎欢迎 来说一说为什么会把这个中药放在神奇魔箱里 放到魔箱里 他在七岁学习深夜课的时候呢 小朋友之间互相比高音 把嗓子给喊坏了 医生呢 当时医生建议他呢 休息一年 不让他唱歌了 对对对 我就认为嘛 小孩子们身体是最重要的 就让他在家好好休息 可是他到那个周末的时候呢 他就要去老师深夜课那里坐在旁边 看其他同学们在学习 他去听 去听 站在旁边听 他主动会喝中药了 自己要求要喝中药 你去喝中药 他就是要加中药里面要加糖 才能喝 不加糖他不喝的 然后他嗓子坏了以后呢 他不加糖都会喝了 孩子很很爱唱歌 怕嗓子坏了以后不能才唱歌了 对对对 他对这个音乐的爱好与坚持 作为我们做父母的 也感到比较骄傲 一直好 所以就开始慢慢支持孩子唱歌 对对对对 观众朋友 如果您喜欢他的表演的话 记得待会投票的时候 为他投上一票 谢谢小潘 谢谢 好 谢谢宝贝的精彩表演 那么接下来 登上舞台的优惠是谁呢 还是要麻烦一下秦天 帮我们拿出下一份 宝贝蜜剑 中国年龄最小的女版李小龙王燕萍 是 道可道非常棒 名可名非常名 我今年七岁 我是天才宝贝王燕萍 我是天才宝贝王燕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王燕萍 今年七岁 来自广东 是天才宝贝王燕萍 出生在中国第一家王室贝王家族 希望大家喜欢我 支持我 哦耶 哦耶 一看穿这套衣服就知道 眼熟啊 李小龙嘛 对啊 这最著名的那一段李小龙的双结棍表演嘛 不就是穿的这身衣服吗 对对对 光是这一点穿着像肯定还不够说服力啊 对 你是不是双结棍耍得特别棒 是 是 那能不能给我们表演一道 能 来 我们掌声有请萍萍给我们带来双结棍的表演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宗老师 来听一下王岐师老师的点评 这个七岁小朋友 把双截棍练成这样 可真不简单 给你点赞 非常棒 来 帮我一尝 我是第一次看女孩子 学李小龙 个人认为打得很好 因为别人送给过我双截棍 然后我是练了 练几下抽自己几下 所以我也就不练了 不管怎么说 你还是玩过嘛 也玩过 对吧 这尝试过 尝试过 对吧 没 算没有吧 她不敢接话 她怕我让她来练一下 你看我要直接这么说 韦剑肯定就会答应了 对不对 韦剑就练过嘛 我是真练过 你看到没有 谁说的 没 好像你练过吧 我那时候是唱过 嘴皮子练的 对 我团团圆圆 在春晚上演过这个作品 当时我们说 熊猫是四川的嘛 我们唱这歌呢 这个要让这个四川级的熊猫能听得懂 要讲四川话 对 你比如说那个双截棍 到了四川就不能叫双截棍了 那叫什么 叫爽截棍 爽截棍 干什么不能说干什么 敢撒嘞 要连起来一块唱是什么味 干啥子 快使用双截棍 吼吼吼吼吼吼 快使用双截棍 快打开人动耳门 我把你一脚剔开 双截棍 双截棍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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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版本 我觉得是那种慢生活的感觉 江西话说快使用双截棍 嗯 快叼撒 快叼撒使用双截棍 煮瞎 快叼撒使用双截棍 四川 蛮参截 如果用蒙语说的话就这样 蒙古族语啊 来 蒙古族语说的话就是 嘿嘿哈嘿 我都很双截棍 嘿嘿哈嘿 我都很双截棍 嘿嘿哈嘿 我都很双截棍 哎呦真好听啊 我听出了那个腾哥老师的那个感觉 就背使劲的那个感觉 他因为他双截棍改变不了 太极改变不了 所以他要说快说 说起来就是这样的 我都很双截棍 嘿嘿哈嘿 我都很双截棍 嘿嘿哈 他这还在点子上 是 至少还在节奏里 嗯 哎还不错不错 我今天我头一回听这么多方言版本 我听不太清楚 用唐山话来说就 能啥呢能啥呢 唐山话 我不会讲 韦剑会讲唐山话 还是双戏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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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爽点滚 他又回四圈了吧 还是会串 串着四圈画上去吧 你看他乐乐 高兴的 哎 跟你一块表演的刚刚那个是谁啊 那是我妈妈 那是妈妈呀 妈妈今天来给你友情助演来了 是吗 那不让妈妈在我们的神奇梦想当中放了什么样的宝贝呢 有请我们贾城山谷的两位小演员Max还有Mili 有请两位 好 谢谢 不会放一副双截固在里面吧 好 谢谢两位来自BTV少年传媒学院的两位小朋友 是我们的张赫妍和王佳艾 谢谢两位小朋友 来有请叶平的妈妈 大家好 评委老师好 我叫袁莉莉 我是中国武术舞段国际双截棍一级教练 残联四届全国国际双截棍全能冠军 连续两届荣获女子双截棍王碑冠军 却最称为中国第一女棍王 你刚才说完这一天鼓掌全是女士你知道吗 那就是我们的骄傲 这是女中豪杰 没错 男士一般听到这个都会挪开一点点 你之前应该觉得自己很幸运 为什么 因为中间隔了我你知道吗 那压力要小很多 但是我知道 但是我知道武术有一招叫隔山打牛也挺可怕的 为什么要在这个魔箱当中放这样一个粉色的小棒棒 其实呢 平平的双截棍是跟我和他爸爸学的 哦 爸爸也是这个职业的武术运动员吗 职业双截棍 爸爸又拿过一些什么奖吗 爸爸用双截棍创了一项世界记录 什么记录 双截棍打核桃 王爷平爸爸的功组可不是一般的了得 他曾经用双截棍在一分钟之内 摔了四分有个核桃 这个新年纪的截棍 我们吃双截棍 那你们家吃核桃真的很方便呢 对 他全世界还吃得着 我都成尖了 划画查在节目当中也打过放苹果 然后被人 啪 那一师不演双截棍 对对对 那哥们拿双截棍打 我脑子顶着一个苹果 那是一个职业的武术运动员 已经是成年人了呀 对 他才七岁 孩子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来来 还是妈妈来主演啊 来 其实顶在头上了呀 好 谢谢王晏霆的表演 要记住 如果您喜欢她的话 记得待会儿为她投上一票 那到此呢 我们要请出之前 三位登台的小宝贝 一起来登台亮相 也谢谢妈妈的主演 谢谢妈妈 这就是我们今天 天才宝贝追梦春晚的 四位天才宝贝 一号是 巴尼师 二号是我们的小 三号是 胡亦凡 四号是刚刚给我们带来双肩棍表演的评评 首先我们有请 BTV少年传媒学院的二十位同学 请把你们的投票器高举起来 三 二 一 请投票 我们看看 BTV少年传媒学院 这二十位同学 选出的答案究竟是怎样的 在小朋友们的心目中 谁会是人气宝贝 BTV少年传媒学院 这二十位同学 选出的答案究竟是怎样的 在小朋友们的心目中 谁会是人气宝贝 哇哦 很棒 上询了一篇 对对对 在观众评委投票之前 我们想听一下助力团各位 您心中的人气宝贝 究竟是谁 这回都很难选 这四位宝贝 我都喜欢 这个水平都很高 很纠结 蔡班迪师 Open 我觉得女孩子搞喜剧不容易 胡亦凡这么小 就有这个志向应该支持 我还是支持 双截棍 后后 哈 嘿 接下来是我们一百位观众评审 大家投票的时间了 请我们的观众 拿起手中的投票器 让我们看见 三 二 一 请投票 本场的人气宝贝 究竟是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本场的人气宝贝 究竟是谁 来看人气宝贝 正在产生的过程当中 恭喜潘台 接下来我们有请梦想助力团的 五位每一位的到台上来 给我们的天才宝贝们 颁逸证书 好 接下来有请严实老师 为我们本场的人气宝贝 潘台尔颁发 荣誉台 恭喜恭喜 那我们本场的人气宝贝呢 还将得到的是我们 宝贝圣典的邀请塔 看下来 送给你宝贝圣典的邀请塔 好表现 争取成为我们的最强 台里宝贝 和最高人气宝贝 好了 观众朋友们 下周晚上的同一时间 明天可以来文艺频道 我叫明星 我们不见 不散 再见 欢迎订阅